其他社会焦点是台数六亲烧出的政治问题 行政院长吴敦毅昨天下午第一次的前往探视 不过迎接他的是场外数十名的抗议民众 这一次为了避开抗争 六亲安排吴敦毅从别的通道来进入 后来历经了好几个小时跟台数高层 以及是地方代表的协调 吴敦毅宣布了六亲停工 数十位民众聚集在台数卖聊六亲外头抗议 尤其等到行政院长吴敦毅出来 让他们国际越来越大 六亲大伙演变成政治事件 前一天马总统交代吴敦毅尽快处理 30号下午吴敦毅取消原来行程 赶部麦聊六亲厂区来视察 行程低调到不行 只开放媒体拍摄警报情形 台数七人小组成员 包括总裁王文渊 董事长王文潮 王瑞华等人全员到齐 经过几个小时的协调会讨论 吴敦毅做出停工的决定 台数六亲炼制二厂 命令停工检查 应降雨查明 酿灾原因 确认安全符合规定 使能复工 二 农于续产的损失 办理补偿 第三 乡公所要求业者提供卖疗乡 及台西乡 乡民免费见诊 就是健康检查一节 业者同意办理 另外火灾原因鉴定 延后到8月6号执行 以及台数必须提出调查报告 改善报告 共五点决议 看似有了共识 但其实县长苏志芬已经提早离席 我跟他提说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公安事件 你不能把它参作一个单独的 或是一个个一的公安事件 你看嘛 我跟他提到说 CSB的问题来讲的话 那么吴院长的话 他不财事啊 他不财事的话 我能怎么样 我觉得我该讲的话我都讲 但是你要的答案有得到吗 我还是觉得很遗憾 总统交代 院长协调 尽管做出停工决定 但能否真正把卖疗居民的心声听进去 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民事新闻撞合报导